恐怕要调涨了立法院通过决议 健保点值将提高到0.95元 以提高医院还有医师的收入 不过有专家就炮轰 医院可能为了要充量增加无效医疗 健保点值增加将会多出了700多亿元 老百姓的健保费恐怕要调涨3到5成 这根本是祸国殃民债留子孙 医院健保点值提高 我们的健保费要涨了吗 立法院通过主决议 健保点值将提高到1点平均0.95元 预估健保将增加705亿负担 Z党立委陈经辉等人诉求 医院亏钱基层护理人员 待月不加不提高几付 医疗资源撑不下去 但是专家很打脸 我们现在就说医院经营很困难 都赔钱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还在盖医院 医护人员就已经是不够了 大家抢破头了 医院的大老板为什么一边在喊赔钱 一边还在盖医院呢 为什么从1500亿到8700多亿的 的健保市场还不包含资费 医院老板领到的钱 他为什么不分给医疗人员 他为什么还在盖医院 目前全国有486家医院 19万张病床 专家说点值多挂 是医生赚多赚少的问题 不是亏钱问题 台大医院长无明显说 保障健保1.1元 前涉忍性 可能出现过度医疗 甚至无效医疗 医师为了充量拿点值 恐怕有这种问题 我们是有做就有钱 做得越不好的 用的 真实鱿鱼 霸气演出 麦当劳很味双牛鱿鱼宝 那健保费到底涨不涨 保障点值如果0.95 或是一块 民众要涨的保费 是三成到五成 法案完全就是 或国殃民再留子孙的 国民党提这个法案 对于委员签名的 他们要对时代子孙负责 用公务预算来补足 那这样的方式会将来 让健保的费用 恐怕难以控制 一届出身的立委和这业党 狂推休法 得力者狂排除的同时 公平性不止还有多少人问 付出代价的恐怕又是 百姓的荷包 这盘真是